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4.54分 我剛剛上一部影片真的是講得熱熱等,講得太長 我發現那個觀點那邊講得太長 沒有打稿講得太長,之後還是盡量避免 那我們這邊就大概花個15分鐘 快速把12檔給繳完吧 那從這個台聖課看到這個精神科技 3532 加速去繳 那台聖課的部分呢,自己本身就是之前 就是比較偏屬於看向 這層支撐啦 所以說 那時候我們群組會這樣說 不是在153嗎 153跟152就差兩檔價格 隨便一碰其實就到了 所以說我個人就覺得 差不多就好啦 因為大部分的人會說是一個區 那你說152到153 這邊的區合理嗎 這邊這一根最底也有到152 所以差不多這樣 所以說整體上目前那個行情的一個走勢比較偏屬於說 到這裡就有點轉折向下 所以我不曉得後面會不會接著回來 那回來他到底行情會怎麼去走 我不曉得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就是考慮了 然後這邊停損 大概這兩根低點停損吧 但其實這個range有點小 他本身的幅度就比較偏小一點 大概算是這樣子吧 但目前對於我來講 如果說我有一些強勢的個舞可以做精神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把目標指向那個區塊 然後哪一天台聖科去突破這裡的話 我可能會更加有興趣 因為他沒突破永遠都是一個區間的大橫板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讓我們看下一檔吧 勇風雨 那勇風雨的一個部分呢 大致上今天算是有一根小小的插針 所以說 比如說插針啊 跟指紋啊 就算指紋 所以看自己有沒有興趣吧 因為 他之前這個壓力是在這個區塊 很明顯的對過去 然後曾經那個頭部就在這裡 所以這沒什麼特別好分析 反正就是 來到這個地方 要嘛你就真的是做 破底伴 破底伴就是要很漂亮的往下插 不然就是在那邊打底才上來 要嘛就做指紋 就是這兩種選擇 我們突破的買法就是這兩種選擇 那如果說你不想做這樣的選擇的話 那當然你就是用其他方法 但是 今天看起來啦 就是一個 向下來做一個指紋 然後我也在持續往上走 然後這件事情 我一直打一個問號 我不曉得 那他本身的 他現在比較困難點是在於說 他的停損%就不好抓 對 不知道應該要拉3%還是拉5% 這件事情 對我不曉得應該怎麼去 去拉才對 但是如果說你 應該說也不是說你啊 應該說 特別看好說他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上來是下一層位階 就是說這一層位階 是從這邊上去的話 咦?那他將來是有機會 就長到47囉 就是 保有這樣的態度的話 那我們去抓了5% 當停損 也OK啦 有3到5%嘛 看自己 我們看下一檔 6850 這個是在這個 新創版 KY創 我們要看一下吧 那他的成交讓看一下 本身成交就少到可憐喔 然後最低最低還有到 13張 然後我們切成周線 看會不會看出什麼 專領 OK 那大致上的話 我覺得 直接抓向這個最高點 我覺得比較合理 就是 虛艦來說是這樣子吧 對 這樣子吧 然後這裡有一個W 這邊一個W底 然後這邊W底的支撐 現在就在W底支撐 上面那個E2到E5 這邊做橫向的整理 對 那你要去看中間的過程 我覺得沒關係 但 個人覺得 我就看 上面這個地方的突破 那這邊抓這麼大的Range 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做測試 沒有碰到 有碰到我們才知道在哪裡啊 對 那大致上這樣子 OK那我們看仙境光 那仙境光蠻可惜的 因為那時候有做一個分析 剛好是那個 蘋果大碟人 蘋果公布之後大碟的那一天 那大碟的那一天 隔壁這一根 我就 應該說在這一根的時候 就分析說他會往下 蠻可惜的點在於說他上禮拜五 就直接往上衝 基本上也沒有 讓我們可以 去再做進場 所以說 他這邊確實是也能形成 這樣子一個格局 所以 整體上我不曉得該怎麼去看 但 我應該對他沒有什麼 沒有興趣了 就是說 無論說我們把風險擺在前面的話 就是 他將來還是會有這邊下碟 所以目前 他就是在活在我的這個商標期裡面 那我個人就把他當作 他就是要做五波下跌 那我沒有說五波下跌 只是做七波下跌 那 除非他哪一天呢 突破這個三星曲線 突破這個三星曲線 那再來跟我講 我才會這樣覺得 他可能有機會 不然的話 目前看起來呢 搞不好他這根支撐更不用看 目前搞不好這根支撐更不用看 他只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區間的大碟板 你說不定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就不會有興趣喔 就會走出一個比較特別的行程 OK 那我們看下一張 東聯 OK 大家看一下東聯 然後東聯 東聯其實很早之前有講 不過在這個很底部的地方 我們這邊把他刪掉 我們這邊把他給 一些線圖重新再貼一下 那他本身前面這個區塊 很複雜 我們切成周線來看看 那切成周線的話 他的高點 因為他之前有到這麼高 這麼高 犯塔 所以 這檔不好解釋 不好講 如果切成周線的話 那當然是我們 以最 接近我們日期過來 大概22塊這邊當支撐吧 所以說現在呢就是 飆漲上去 那掉下來的話就是看這個地方吧 有沒有指紋之類的 那也先去再看吧 然後這兩根的開盤 開盤就往下疊 開盤就往下疊 這兩根不能夠當作壓力 然後這邊有做來做一個測試 就是目前存在這邊支援 大家像這樣子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聯合 那聯合的話是 有一個問題 我不會記得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問題是什麼 嗯 感覺73.5是支撐 三周五是破幾方 不好 是 43.5 嗯 三周五是破幾方 你說這個地方 看起來是OK啊 那當然你這筆蛋的話就是這個地方嘛 然後 這筆 你說破幾方也OK 你說它是 有人去做進場也OK 反正這筆蛋的這個 就比較迷你一點 就是說 它停存價格大概抓2% 跌破這一個人 往下大概抓2檔 3檔 7.9 7.8 然後做停存 然後這個地方去做進場 對那看裡面就會拉到接近前高這個地方去賣點 因為這邊也是大量壓力啦 它今天已經有創出一個新高點 你這個可能需要用細分K去看 那大致上我用1小時K去看的話 大致上在77.8這邊有壓力 所以今天確實是 這個區域 因為它目前行情沒辦法走出很完整之前 我們確實是看到說 欸可能就有機會 是在這邊做一個區間的橫盤 目前是這樣子 然後抓很短很短的 這個 停存 然後拉上去可能 大致上先抓個6% 1-3啦 我們看一下這個 玉星哥 41615 那玉星哥本身呢 我個人覺得說 你是說 他有問題 這個問題是 釣人線的 停存直接守 37.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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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37.115 我覺得 你可能沒有看我昨天的 會員影片 我講的東西是 比較說 因為你是在尾盤做進場 那 還是要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你在做進場的那個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 你今天進場的這筆單 停損的話 會停多少 就拉給你看 你在最後尾盤的這個地方做進場的話 好 那你的價格在41 那41今天 現在接下來停損的話 你不做任何加碼的話 你就會虧掉10% 那以這個狀態呢 以這個狀態之下 我覺得是 呃 是一個很不好的單 我個人會覺得很不好的單 我個人覺得是不好的單 因為那時候我是說 真的有興趣 當然就是這邊去接 然後慢慢的 以金字塔式去接下來 然後最後可能 接到大致上你的停損價格 是落在 這個 3-5%之內 可能成本是大致上 可能落在37 所以你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真的很不可思議 但是你覺得 每一比半 你就是盡量空在3-5%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說 要嘛設這根 這根底點 這根底點也OK啦 那看你要怎麼設 但是 比較合理一點 我覺得應該還是在 就設大一點啦 就是在這個區域啦 但是 其實 怎麼說呢 因為你是 麻在這邊嘛 那你在線下去做加碼 我相信你應該是一比單再打進去啦 你在線下去做加碼的那個 點呢 我覺得 也蠻 蠻難抓的 因為我不知道資金 比例到底是多少 所以說 我那時候是說 到這一根底部再看 因為 我們看的是他 五年的 大突破嘛 對不對 那當然聽說看遠一點 我覺得都是比較合理一點的 所以目前的想法是這樣子 你在進場的時候 你就要去 去計算一下 因為你自己目標嘛 你自己就很明確說 喔是37.15嘛 那你進場的時候是41 那你掉下來 你不要覺得說五次就已經會上漲 那掉下來的時候 對不對 那他 你要虧損9%10% 就是過於有點大 所以你應該盡量把你成本壓在這個地方 然後去賭他 會翻一翻之後上去 目前的看法是真的 除非說這邊又來一根 很漂亮的叉針 那他叉針是差這個地方 那可能 我們支撐做進場 那他停損 停在這個地方 剛好大概5% 那是比較合理一點 喔來看一下 五風 五風 好像很久沒有講 OK那看一下五風 五風那時候是說 壓力不知道哪裡吧 然後後面我們這邊就刪掉吧 很明顯應該落下在36.35 所以 那目前看起來是有一個 呃 目前趕得上去這樣子啦 所以說可能壓到這個末端的時候 會出一個方向 要嘛上去又沒有下來 那我們等他上去之後 回側 然後直穩去坐進場 好 來36.5 地方 對 快速去講 也不難 OK 那看一下這個金居 那金居的部分呢 今天算是 之前這個地方有回側嘛 但是他沒有 那時候說等在直穩 他沒有直穩 他是直接 點掉一下然後直接往上飛 直接漲了6%走 點到直接漲了6%走 對那當然 當然就是之前已經解釋過說 呃 差不多啦 差不多抓62 那62或是這個區域啦 因為我沒辦法抓得很精準的時候 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今天這個地方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是直穩這件事情 我是先打一個問號 但打一個問號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筆單呢 就是一樣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是直接把停損射好 因為今天也是 插了一個很漂亮的下影線嘛 直損 呃 停損大概是抓2.0 大概2.5%左右 那看有沒有就是往上拉 好拉到前高點 前高點的話 就大概這樣有個 10%左右吧 是有興趣就看看吧 我要看一下這個9震 那9震的部分呢 呃 這邊是支撐嘛 很明顯的大概16塊是支撐 然後這邊爆大量是出貨K 這邊是出貨K 這一個是出貨嘛 爆超級無敵大量 出貨K 那拉過去壓力在這裡 所以說目前整個區域的這個 走勢就在這裡 所以那你可能問我說 欸那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WD 確實是有一個WD 確實是有一個WD 但是已經拉出去了 所以這邊應該沒機會 如果說再掉下來一次的話 就不是直接接了 接下來是一定要有那種 很漂亮的插針 那再去做進場 因為拉出去 所以說現在只能看 他打到這裡有沒有壓力 有的話是突破之後 回撤說直穩蛋 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這個下一檔 伊雲谷 OK那伊雲谷那時候說有插針 再去進場 然後我說他的這個支撐壓力 感覺上整個已經有點 變了 我們這邊整個去重劃好了 就是他的支撐壓力是被改變掉的 OK那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一檔應該是蠻多人有興趣的 我記得是在AI裡面算蠻多人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蠻多人被掏勞的 我覺得應該是蠻多人 我們一懂了 希望大家都有做挺準 因為搞不好他一疊 搞不好從這一邊才疊到這一檔 1 2 3 我這邊搞不好說不定 好那之前這個地方呢 感覺上是 就是假突破嘛 然後爆打量之後 又這邊破底翻 翻了之後又翻到前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你是直接在 隔壁根去做單 然後挺順手這一根的話 那或許是OK 或是說這根做單 然後挺順手這裡的話 那有點大了 所以應該理論上去手這一根 所以說這裡地方有拉到這套前高嗎 這邊到這邊至少10% 到165至少10% 所以說如果說真的是去做地皮單的話是成功 那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比較像是說 頭部已經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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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 他比較經過回撤的點應該是在這裡 從這裡開始算 就算這兩根進去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吧 這樣子 就說這樣子 這一個到這個空間全部都是假突破 所以他頭部已經形成 然後今天又灌下去 如果他重新站回來 然後再回撤 我一定要回撤 重新站回來再做直穩回撤的話 那他可能繼續進攻的機會 沒有的話 有機會就下 我要來看最後一檔這個精神科技喔 老師問同一個個 那這檔沒什麼特別啦 這個有什麼特別 因為問人同一個人我都還記得是誰問的 那反正呢 就是等待197.5的突破 就這樣子 那這裡當然看的到一些支撐 不過在我眼裡他都是小支撐 那這種小支撐到底怎麼解決 小支撐的話 你當然可以去嘗試 但他勝率就沒有大支撐來那麼高 因為大支撐就有可能失敗嘛 那小支撐的話 你看到這邊有明顯的差撐的話 你有興趣當然是這邊做嘗試 這邊做賣出 然後這個空間裡面呢 你就不能想說 我要從這裡抓到這裡 因為他是小區間嘛 那你這個空間裡面就是 可能拉到某些壓力 你就要去賣掉 前高啊 像這一根 側直穩 然後停轉射這個地方 拉上來兩根這個地方 這一個點 大支撐住就是做停力的點 183拉190就要做停力 然後剩下看有沒有機會讓他下去 沒有機會讓他下下來 所以說現在呢 這一筆單呢 他是曾經破底翻 這一根類型的破底翻 拉上去之後 回撤過一次已經上去 所以在接下來下一次 他勝率就變更低 每每經過一次測試 他的勝率就越越低 越越低越低 所以說我不曉得 他現在能不能乘出 但我個人就不會有興趣說 直接在這183.5 這個地方就會做膽 反正是在等待一些 更好更好的機會 譬如把這根地點再打破 譬如呢 就是跌破所有之類的再回來 那我不可否認的是 如果說之後將來呢 一些AI股 開始在紛紛休息的時候 長的就是這一些 可能在之前在盤整的個股 我不可否認這件事情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跡象 OK那 第二部影片到達 就到這邊 那 待會再錄第三部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